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国大陆确实已经不但赶上,很多领域已经领先了,像量子、卫星,这个确实都已经领先了,量子卫星你无法拦截,无法破坏,那所以中国大陆已经把它开始进行链接,还有就是量子通讯,从北京到上海已经在做测试,它都发生了,那当它发生了以后,它就改变了现状了,美国在这个部分里面的压力很大,美国现在采用的就是想用晶片的卡脖子, 的方法,的方法,可它发现它的效果越来越差,那很多的分析家都告诉你说,效果越来越大,那对于美国人来讲,它已经是没有办法做的办法再做,我觉得已经发生了这些情况了以后,那问题就在于说,美国它继续采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我要制造人,我要牵制你,但是当它的效果越来越差的时候,中国大陆的科技能力就越来越强大,而且它的自主的知识产权的份额会越来越多。 本来应该是这两个科技大国应该是要共同合作,但是很明显的他们没有共同合作,是美国把自己的路封掉了,您提到的有关于华为的,因为我用的就是华为,而且确实很好用,那当它的鸿蒙问世的时候,因为鸿蒙他们早就在做,他们只是说,你有我就不需要发表,可是当你逼得我没有办法的时候,我就把这个操作的软条的把它放出来, 它事实上,我们很明显的发现它一直在进步 而说,一定要做吧,我现在相信只要释识一下古炯这个чесき部分的软 verst Sedan是干凶的,因为蔻至对对对对对在对对对对对吧 Factory 我们看到的,"这两条街 POL看的果困在哪个骨的表面面有工互有的魔菠 concept,我们这一条地拿着点关 biting令人,可以呼类,再拔 Brit! 好